RayTV 大家好我是Ray 沒錯大家看到PCM用購物箱沒有 代表我今天又要開箱囉 那今天我要開箱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我之前在雙11購物前買的一個東西 那它是一個硬碟 那為什麼我要買硬碟呢 因為我發現我最近影片拍的越來越多了 然後電腦跟我原本的學生硬碟已經放不下了 但我買的這一顆啊 硬的量其實並不大 大概只有240G而已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這麼小的硬碟呢 因為它是SSD的 然後在雙11的時候有特價 它本身呢可以裝在桌上型電腦裡面 然後它是有附送一個 它這次的活動是除了它本身有折價之外 另外還附贈了一個轉接盒 那所以它也可以打一張隨身硬碟使用 那背後不多說 我們就先直接開箱給各位看一下吧 必須用購物的話 裡面都有出現一張單紙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 它這次還有送這次的購物的一個雜誌 購物的雜誌給各位看一下 這次的雜誌比較不一樣一點 它裡面的活動品好像蠻多的 那之後再分享給大家一下 然後呢 這次的 呃 因為我是本身是用pc home的聯名卡購買的 可以看一下 pc home的聯名卡它有送一個 它有幾個選項 那這個月送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張50元的施雅圖的咖啡的體用券 然後呢 還有一個咖啡的試喝包這樣子 然後呢 裡面就會有這兩個東西 ok 箱子裡面就空了 就總共會有這些東西 這三個東西 那這個就先拿開了 這個呢 是它的外接盒 呃 等我一下 這個是它硬碟 這個是硬碟 然後呢 這個 才是它的外接盒 那硬碟呢 為什麼我會想買過門這個SSD呢 因為其實 你專動硬碟HDD這種方式啊 你的攜帶的時候啊 比如說像瑞蕩帶來帶去的 比如說像上次去做一日農夫的時候啊 呃 會有走動啊 或是可能放在包包裡面 就容易被敲壞 或者是可能 正在使用途中 如果你動到它的話 它使用機率就比較高一點 那雖然說 隨身硬碟本身 就已經有做防震的功能了 可是它畢竟還是傳統的 轉疊方式去做運轉的 呃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SSD 它會比傳統硬碟的速度更加快 一般舊式的那種硬碟 大概最高最高只能到100mAh 不過那是理論值啊 呃 正常我們這樣使用的話 大概就是60-70mAh 以我目前這樣用的話 大概是70幾mAh 已經到最高了 可是這SSD的傳出速度呢 大約可以到300-400mAh 的速度 大概快了4倍左右 所以呢 我就想說買一顆來試試看 那為什麼我會想買這樣的組合呢 因為我考慮到了 比如說 呃 其實考慮到的原因是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我的做機比較舊一點 那傳統舊式的電腦的話 它是採用 也是用傳統的硬碟去做組裝的 那 我在想說 欸 假設如果 覺得它當隨身硬碟 容量太小不夠用的話 也可以拿來拆裝 組裝到我的電腦上面 把它升級成變成跟 性的一樣 因為我的電腦其實 它其實各項條件都並不差 就下在它硬碟而已 那這是它限定條件的問題啦 呃 這不是它 我當初組裝的時候一些問題 那就是組 嗯 好不好 應該是說 這是它天生的一個條件弱勢 那 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在玩電腦應該知道 把舊式硬碟升級成SSD的話 它的速度會差異非常的多 舊式硬碟大概開機大概3分鐘到5分鐘左右 電腦才會完整的開機 那換上這個新的硬碟呢 目前來講大約大概就是30秒到1分鐘內 就可以完整開機了 所以速度差異非常的多 OK 那朋友不知道說 我們先把它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開這個外接盒給大家看一下 外接盒裡面 包裝還蠻不錯的 用一個霧面的一個紙把它包起來 這個紙還蠻有實力感的 而且這個感覺應該是環保材質的 因為我之前有摸過這個 這樣子的材質應該是環保材質的 拉開 把它拉開一下 拉開 然後最後呢就是這個樣子 是一個很簡單的外接盒 然後旁邊有一個USB孔 那這個呢 2.5吋基本上也就是不用外接電源 直接用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呢 它把後面這樣拉開 把它拉開之後呢 把硬碟放進這裡面 然後再把外盒蓋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 等一下 它裡面氣管是這樣子 比較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這次是 應該說也不是我第一次用啦 應該說我開箱類的影片 是第一次用GoPro去錄影的 那因為GoPro啊 我現在看不到它那個 它沒有像一般相機 會有一個反轉螢幕嘛 所以我看不到它錄的鏡頭 所以有些地方 細節不是那麼 沒有那麼清楚的話 請各位見諒一下喔 那這個我就先往旁邊 然後再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其他東西 裡面呢 大概就是 兩個防震的一個 鐵片 這樣子 這樣子而已 這個呢 就是防止有些可能 硬體比較小的 把它放在裡面 這樣子的 它比較固定 比較牢固一點 然後呢 這個 就是它的傳輸線 就很一般的 硬體的傳輸線 那我這個就先上旁邊 那給哥 接下來開箱 這個主角 它封的滿淺的 旁邊也有兩個 我本來以為它是鎖後面一個而已 兩邊都有封 打開的 拉出來 這個就是SSD的本體 包裝還滿不錯的喔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SSD的本體 然後呢 這個它本身附有一個防塵蓋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有的東西它不會附 有的品牌 它不會附這個東西 其實蠻薄的 跟春筒HDD 都用硬碟去比起來的話 SSD真的蠻薄的 那旁邊呢 它有附這個螺絲孔 那就是 這個呢 就是你要鎖在桌機上面的時候 這個就很好用了 然後還有舊式的那種筆電 比較大台筆電 它也是用這種的 這一種的SSD 那當然 這個就不適用於 最新的那種輕薄型筆電了 像Ray目前用的這台筆電的話 它就不是用這種規格的SSD 是另外一種類似像 長條型的 那一種的SSD的規格 OK 它這樣就是這樣子 嗯 那它後面有寫到它的規格 是240G的 240G 它這樣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啊 可以看到這邊 那我之後呢 也會再實測 這個東西 它拿來做傳輸的時候 速度是怎麼樣 然後再次跟各位做個分享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對影片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分享 以及訂閱喔 謝謝大家